34岁的孙燕姿去年10月诞下一子 她怀孕期间暂别歌坛安胎 生产后更全新在家育儿 销声匿迹近一年 不忙于付出赚钱的燕姿 原始有副业才不急于重铸江湖 近日网传孙燕姿2004年至2008年 陆续投资社群网站的股票及美国房地产 近五年来获利至少30亿台币 约合6亿人民币 消息指出孙燕姿虽然还在休产假 但靠着大三岁的姐姐孙燕家 曾在新加坡巴克莱投资银行 担任副总裁的经验 和老公纳迪姆曾在香港公司 担任市场行销主管的指点 自2004年开始投资获利颇丰 消息一出孙燕姿立刻回应称 太夸张了 我的工作不多 没有大家想象中有钱 更表示自己没有在海外投资 收入全交由爸爸管理 他在本地仅拥有三个房产 其他副业或投资一概全无 另外有网友爆料 163公分的孙燕姿竟来吃肥到60公斤 而近日被拍到外出用餐的孙燕姿 素颜现身 穿着宽松白色长袖衬衫 她长发极尖 正笑着与身旁人交谈 尽管产后的燕姿脸部确实长肉发福不少 但看上去是个幸福的妈妈哦 5辅放 6辅1